大家好,这里是佛之源频道,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,二月下旬收获季节开始了,桃花运望,失业好,双喜双收,第一名是属牛人,属牛人虽然生活有点单调乏味,但是富有苦干精神,是个能为职业而现身的勇士。 二月下旬有不少桃花袭来,身边追求者不少,获望能够顺利牵手爱人,一见钟情,获得一辈子的幸福和甜蜜,事业上也有飞黄腾达知识,第二名是属羊人,属羊人素日嘴巴比较刁钻,容易得罪人,但其心善良,有菩萨护主,这辈子很少有大灾难,即便有困难也能顺利的话, 他们在二月下旬有好运相随,先是感情上来喜,桃花缘分道,顺利牵手进入热恋期,彼此甜蜜温存,有望不久踏入婚姻殿堂,他们的事业也会跟注上涨,喜事连绵不绝,财富不断来家里,钞票漫天,第三名是属马人,属马人对自己要求严格,可以说言以律计, 他们做什么事情都很认真,自身的福报频频来临,二月下旬之时,祥瑞知气多,他们的桃花很盛,有望遇到心中情人,事业上也将进一步发展,职场上春风得意,处处得彩,第四名是属兔人, 二月下旬之时,祥瑞知气多,属兔的人将会时来运转,在事业上能够有更多的招财机遇,身边的贵人多,在工作上能够多多提拔和指点,对他们的事业大有帮助,加上观兴旺,升官的机会多,福禄全,事事顺心,一顺百顺,难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, 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,吉神相随,所求如意,逢凶化吉,神志动达,幸福如意,心想事成,如意吉祥,万事圣意,财源广尽,孝口常开,生意兴隆,蒸蒸日上,福如东海,寿彼南山,年年有余,事事顺心,万寿无疆,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,如意吉祥,愿三宝加持, 十二生肖中,最容易成为有钱人的生肖,恭喜上榜的,囤积财富是每一个人,与生俱来的欲望,每个人都希望自己,成为一个物质上的拥有者,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有钱人,不过俗话说的生死有命富贵在天,也不是骗人的,命里有多少财富,也许是先天就已经注定了的,加上很多性格的影响,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很多的有钱人,其实是同一属相的哦,下面就来看看十二生肖,排行中谁容易成为有钱人呢,第一名,属猪,属猪者有一颗勤劳善良的心,对于财富他们很渴望,也乐于依靠自己的拼搏去创造, 所以年轻的时候属猪的人,总是不辞辛劳比谁都辛苦,一步一步地获取自己的财富,属猪的人命中财富只有二分,并不是好财运,可是属猪的人,硬是靠住自己的努力,一步一步走向了成功, 财富这个东西都是靠自己的努力获取的,只有足够努力的人才能够获取金钱,成为有钱人哦,第二名,属猪,属猪者是绝对的金鱼赚钱之道, 因为属猪的人,天生就对机会和机遇有助明显的直觉,并能够在机遇到来的时候,灵活多变地制定自己的财富策略,获取最大利润,属猪的人命中财富无分,可是因为为人刻薄,且吝啬不好施舍,所以常常有损财路变成了四分, 但是即便这样,节约的生活习惯和独特的机遇,还是能够使属猪的人成为有钱人,而且还轻而易举,第三名,属龙,熟悉属龙者的人都感觉,他们是不怎么善于理财的, 可是偏偏运气好到让人羡慕,好像不怎么努力前就自己来了似的,让人感觉又生气又羡慕的,其实大家的看法没有错, 属龙的人命中财富八分,是难得的贵起之命,即便出生在贫寒之家,也能够在强大的机遇之下,成为奋斗成功的典型, 属龙的人成为有钱人并没有多辛苦,因此几乎每一个属龙者的发家事,都有些戏剧,第四名,属羊,属羊的人善于赚钱,在开拓财路的方面,比很多人的能力都强, 属羊的人总是很聪明,能够在别人没有察觉到的时候,抢占先机发现机会,这种机会总是给属羊的人带来财富, 属羊者命中财富六分,虽然命格比较好,但是这并不是他们容易成为有钱人的主要原因, 而是因为属羊的人,真的善于利用自己的能力来获取钱财,但是属羊者,通常有小富即安的思想倾向,第五名,属虎,属虎的人总是在人生的起起落落中, 最后达到自己对财富积累的目标,属于晚年安乐富贵的典型,但是年轻的时候,一般需要精力奔波和失望, 属虎的人一生下来,就对财富有助非凡的渴望,但是命中财富三分的他们,还是要发扬三分天注定,七分靠打盼的精神, 很多时候属虎的人总会抱怨上天不公平,才让他们经历这么久才成为有钱人, 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,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, 吉神相随,所求如意,逢凶化吉,神志动达,幸福如意,心想事成,如意吉祥,万事圣意, 财源广进,孝口常开,生意兴隆,蒸蒸日上,福如东海,寿比南山,年年有余, 事事顺心,万寿无疆,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,如意吉祥,愿三宝加持和护佑, 这几个生肖未来十天红韵当头,大复三十年,生肖基,对于生肖基来说未来十天, 桃花主要是来自于朋友和长辈的介绍,再加上自身脱单的意愿也比较强烈, 如果能够把握时机,那么可以争取脱单,如果已经有了心动的物件, 那么这个月底表白的成功几率也会很高,虽然半路可能杀出个成咬金, 但最终结局会是好的,生肖龙,鼠龙的人有助过人的才华, 他们自信乐观,无论他们走到哪都是光芒四射, 前一段时间鼠龙的人命里犯太岁,让他们在工作中遇到了一些波折, 事业进展得很不顺利,但是未来十天里鼠龙命格里出现祥瑞之兆, 他们会红韵当头,在接下来的工作中,鼠龙人会创造非凡的业绩, 让他们在公司一举夺冠,事业会步步高升, 同时身边的各种财运也是不断,会给鼠龙的人带来很多惊喜, 生肖猴,猴年出生的朋友机智聪颖,为人圆滑, 在社会中朋友众多,贵人运无比旺盛, 他们从小就知道钱财的来之不易, 养成理财的习惯,但因为年轻时不懂事也没有经验, 所以一事无成,未来十天起出门撞大运, 横财天降,喜事接二连三,必大吉大利, 他们会迎来转裂点,事业一飞冲天, 大赚钱财,从此结束贫穷, 大吉大利,生肖兔,对于生肖兔来说未来十天, 是因缘运很强的时候,正桃花出现, 很可能遇到让他们脸红心跳的人, 在这之前,生肖兔身边也少不了一些有心人的追求, 然而他们自己却觉得一直对不上眼, 在这个时候,单身人士适合多参加一些家庭和朋友聚会, 而已经有了稳定的感情的人, 则可以开始考虑稳定下来了, 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, 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, 吉神相随,所求如意,逢凶化吉, 神志动达,幸福如意,心想事成, 如意吉祥,万事圣意, 财源广尽,笑口常开,生意兴隆, 蒸蒸日上,福如东海, 寿彼南山,年年有余, 事事顺心,万寿无疆,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, 如意吉祥,愿三宝加持和护佑, 留下自己的心愿, 在评论里点赞祝福别人的心愿, 自立等人, 大愿就可以实现。